莲藕猪鹿馅的丸子大家吃过吗? 今天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去试试 这块丸子真的是特别好吃 莲藕去皮 切薄片 尽量切薄一点 再切细丝 给它剁碎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胡萝卜去皮 切三分之二 把它切成胡萝卜碎 放入碗中备用 超市买回来的猪鹿馅放入碗中 搭入葱花 姜末 盐 胡椒粉 生抽 白糖 蚝油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拌好之后 打入一个鸡蛋 继续搅拌 搅拌至这种粘稠状就好了 把之前切好的莲藕和胡萝卜碎放进去 搅拌均匀 放入少许盐 料酒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搅匀 剩下的胡萝卜切薄片 摆入盘中 调好的馅像这样团成丸子 放在胡萝卜片上 这样不容易粘盘 全部摆好之后上锅蒸 水开蒸15分钟 接下来咱们切点香菇末 葱花 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空碗调和酱汁 放入番茄酱 蚝油 生抽 少许盐 鸡精 少许淀粉 加入清水搅拌均匀 搅烧油 油热放入姜末 炒出香味 放入香菇丁 葱花 炒匀 倒入咱们调好的料汁 熬至这种粘稠状就可以了 正好咱们丸子也蒸熟了 出锅 把它淋在丸子上 打上葱花 就做好了 这香味 哇 来了来了 来这下饭的大丸子 嗯 嗯 做着这个味啊 太好吃了 嗯 绝备啊 绝备 咱们这段把这些去啊 嗯 单热做法太下饭了 估计今天这种一锅米饭 多不够吃了 太香了就了 家伙们 平常大家喜欢吃我的啊 美食物单热做法跟你说 收到两个视频 在明天 拜拜 我没关系 我可以看下来